肺癌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肺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 以下是一些建议的康复训练方法 一 呼吸锻炼 帮助患者改善肺功能和呼吸激励的 常见的呼吸锻炼方法包括深呼吸 吹气球和复视呼吸等 二 运动锻炼 提高患者的身体素质和免疫力 有助于康复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如散步 慢跑 太极拳等运动时应循序渐进 避免过度劳累 三 心理调食 肺癌患者可能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 可以通过心理咨询 冥想 瘀加等方式来减轻压力 保持乐观的心态 四 健康生活方式包括戒烟 避免二手烟 合理饮食 充足睡眠等 此外 还应避免接触有害物质和环境污染 以减少对肺部的刺激 五 定期水法 以便及时发现病处理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或复发情况